兄弟们万众期待的还养冰人天花板 宇智伯佑他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rocket toys出品 还养人者急用转1比6可动冰人 宇智伯佑 我之前也介绍过他们家的宇智伯班 凭着超高的还原度以及优秀的品质 这款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而这款宇智伯佑在外形方面有着极高的还原度 服装上也刻画了标志性的红云图案 外袍的衣领位置和下摆处都嵌入了铁丝 这样的设计会使服装更加灵动 甚至就连袖口也做了同样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持款玩具的腿套部分是那种软束的材质 在不影响任何可动的情况下还能模拟出褶皱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宇智伯佑的本体方面 身体方面为特质素体 面雕的刻画也把它冷酷的一面体现了十分到位 同时厂家还为我们负责了两个不同表情和状态的面雕 以及一个飘逸可替换的备用发型 并且还有两个备用的发尾方便我们替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三种替换面雕加上不同的发型 可以自由搭配组合出各种不同的状态 而在细节方面两颗面雕的眼球 分别是三个玉血轮眼以及万花筒血轮眼 而这颗天照表情的右眼球也有血湿的刻画 还有一个可替换的眼球 合斑相同这款与之分幼的眼球处同样设计了优微灯的照射发光效果 替换手型也分别附属了六只 而指甲的涂装细节没有任何异色和漏色的情况 并且每只右手处都有一个刻画清晰的珠质戒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武器和配件 乌鸦是和手型结合在一起的 羽毛的走向和立体感生动传神 在斗笠下边每一根布条上都内藏了铁丝 方便我们塑行 武器附属了三只手里线以及苦无一把 全为金属材质上面有颜色的干扫涂装 最后就是应有柱子的圆形地台 像我所说的把二次元任人物从平面到立体 从视觉到触觉的演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ocket toys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持款产品从工艺到还原度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